不管是盗墓还是考古 都会用到同一样神器 洛阳铲 那为啥叫洛阳铲呢 因为一个叫李鸭子的洛阳人 在洛阳发明的 一种马蹄形状的铁铲 可以打到地下几十米深 在拔出来的时候 在洛阳铲的铲头那一色 会带来一桶土壤 通过对土壤的结构 颜色和包含物分析 能够确定这地底下 到底有没有活动 而有经验的盗墓贼 可以直接判断 木的年代 春秋战国时期 主要是青色高泥 唐宋时期是糯米泥 明星时期用的石灰比较多 而秦汉时期 最爱使用朱砂水银 这个以文族之道理 盗墓贼用洛阳铲 将很多古墓都洗劫一空 不管是河南的北芒山 还是陕西的关中道 都交出这地儿朝起来 所以您的家残万贯 生不带来 死了也别带走 要不然 这三百年后 应该能还有一节年 开发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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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